收封箱111年度乡镇雇屋会议6号公所在三楼大礼堂执行 而顾问们也纷纷提出建言 包括建议公所争取中央玄制厅社 加以活化利用打造、亲子馆 另外增辟月梅道、水莲、全新观光与产业道路等多项建议 而乡长刘耀宗感谢顾问前辈们的鞭策以及督导下 为乡镇提供宝贵的建言 秀峰箱公所6号上午举行111年度乡镇顾问会议 乡长刘耀宗志工团团长曾淑仪向与会顾问表达敬意与谢意 感谢顾问团主席施胜郎与顾问团的成员 所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协助乡长推动乡镇 顾问主席施胜郎带领的我们乡镜顾问团先进门的鞭策 督促下来为我们乡镇提供宝贵的建言 并随时向乡镇顾问专家请教请益 提升我们最好的效力跟服务 寿峰箱111年度顾问会议 顾问们也都纷纷提出了包括协助建议公所 争取中央闲置厅社加以活化打造成亲子馆 增辟月媒到水莲全新观光与产业道路 改善偏远地区道路以及推动寿峰观光亮点 带动艺文寿峰等多项的建议事项 乡长刘耀宗强调乡镇顾问团成立的构想 早在曾淑仪担任乡长的时候就开始研议成立 他也期待在顾问前辈们的鞭策和督促之下 为乡镇提供宝贵建言 公所团队会着手评估与研议 与顾问团携手来推动乡镇各项的建设 记者周丰香综合报道